大家好,我是XXY 我來看電影更愛與人分享電影知識 更喜歡和大家一起討論電影 2018年準備就要說掰掰囉 在準備進入2019年的同時 回想起2018年的電影 讓你印象追深刻的電影是哪幾部呢? 我覺得2018年出現了不少評價和票房兩集的作品 像是網路評價超高 但是觀眾普遍不買單 票房表現不佳的作品 或是網路評價超低 但是觀眾還是爭先恐後想看的電影 就在2018年的最後一天 讓我們有一點時間來簡單回顧 四部評價和票房兩集的電影作品吧 描述一個居住在美國偏僻地區的家庭 在老母親去世後 家中13歲小女孩查理 不斷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行為 家裡也接二連三個發生了一些怪事 讓這個家庭即將面臨到可怕的威脅 這部電影的導演艾瑞艾斯特等在訪談中提到 蘇苑的創作靈感來自於自己家中的親身經歷 故事中也呈現了家人不得不面對的可怕事件 無法抽身被困在兩男的局面之中 這種心力交瘋的感受 正是這部片想要傳達的重點 蘇苑在日舞影展首映後便獲得影評廣大的好評 在正式商演上映前 被媒體捧為今年度最可怕的恐怖片 片中不少挑戰觀眾道德或是精神底線的畫面 也讓許多影迷討論 據說許多真實的演出 包括小女孩是真的親手用剪刀剪掉鳥頭的噁心橋段 讓演員米莉夏普洛也曾表示需要接受心理輔導 縱使國外媒體不斷以大師傑作 或是讓人超乎想像的形容值報導 上映後普遍的觀眾反應卻是用無聊兩個字來做回應 在爛番茄網站上 蘇苑的影評分數高達89%的新鮮度 一般觀眾卻只有63%的分數 在台灣國內的票房表現上 上映手中雖然成功因為話題而沖上了首週末的票房第四名 週末三天內進漲了347萬新台幣 但在6月暑期娛樂大片陸續登場的情況下 最終台北票房成績也只有947萬新台幣 遠遠不及在9月份上映 也是今年在台北票房表現最好的恐怖片《鬼修女》 3505萬新台幣的成績啊 而根據國外媒體網站Cinemasko的調查 數院的觀眾反應普遍落在Dplus的平均分數 就我個人而言 數院排定在6月檔期上映 其實一方面需要和許多暑期娛樂大片相競爭 另一方面也因為許多錯誤的宣傳手法 包括事後證實是誤導的連瘟子人也害怕的宣傳詞 讓許多觀眾抱著錯誤的心態去觀賞這部電影 數院的劇情主要聚焦在家庭成員如何攜手面對低潮 氣氛也主要描寫因血緣關係而產生的無助感 這可能和真正有個怪物或是殺人犯在後面追著主角的電影相比啊 數院這種非傳統的恐怖片形式 和我們一般所熟知的《另一宅》或是他這種恐怖片相比 數院的故事劇本內容較為生硬 娛樂效果也相對吃虧了一些 主流觀眾普遍給予負面評價的原因也在於電影的步調過於緩慢啊 如果沒辦法和電影中的一些小細節產生共鳴連結 數院所製造的深層恐怖感確實無法打動每一個觀眾啊 《星際大戰外傳》韓索羅作為《星際大戰》系列電影的第二部外戰作品 對《星際大戰》的迷來說這部電影就像是一台失控的雲霄飛車 給人一種非常尷尬的感覺啊 韓索羅從前製作業時就不斷發生風波插曲啊 包括喬治盧卡斯本人對男主角 艾登·艾倫瑞克的演技不滿 還特地安排了專業的表演指導老師給他特訓啊 同時原定由樂高玩電影的編導搭檔 菲爾洛德以及克里斯多福米勒 兩人擔任編劇導演 上映前一年卻宣布以創意分歧的理由被開除 早來曾經以美麗境界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朗霍華 接棒接下來四分之一的拍攝工作 以及圍期五個星期的補拍作業 你以為換掉導演是件大事情嗎 2017年5月更傳出電影原本的剪接師 克里斯迪根斯被開除的消息 早來曾經以黑影計畫獲得奧斯卡最佳剪輯獎的 皮特羅斯卡利亞接手 接著由原定麥可·威廉斯所飾演的赤色黎明首領一角 也在開拍時因為檔期衝突而由保羅·貝特尼接手 並且將這個角色從原本的外星人更改為人類的角色 一部電影製作到一半發生大規模的幻寫事件 讓許多原本期待這部片的星期大戰 你早就已經失去耐性了 連製作團隊在最後上映的版本的掛名 也是成為一個大麻煩的問題 幾經波折和延期一年檔期之後 電影終於選在2018年5月 也就是哈里遜福特在第一部星際大戰電影中 飾演韓索羅後的41週年上映 在爛番茄網站上的評價 影評人70%的新鮮度 和一般觀眾的64%的分數不分上下 可說是一部口碑表現不錯的佳作 但是最終全球3.9億美金的票房成績 對一部製作預算高達2.75億美金的電影來說 可說是賠到脫褲子的第一部啊 除了排定5月而非過去迪士尼接手星際大戰後 習慣排定在12月聖誕節檔期 在商業行銷上疊了一跤之外 韓索羅也另類反映了 星際大戰系列電影正面臨到 新舊世代影迷的隔閡差異越來越大 懷舊牌失靈的總徑啊 在2019年年底 迪士尼預計要推出星際大戰本傳故事的第九部 也就是迪士尼接手盧卡斯影業後 新三部曲的最後一部電影作品 他能不能在星際大戰八部曲 最後的絕地武士 以及星際大戰外傳韓索羅這兩部 被影迷罵翻的情況之下返回一層呢 是2019年值得注意的動態 介紹完兩部影評評價高 但是票房表現差的電影 猛毒可說是2018年影評評價低 但是票房表現讓人跌破眼鏡的電影啦 猛毒的製作背景其實很有話題性 從索尼在握有漫威蜘蛛人電影版權的情況之下 推出由陶比·麥奎德所主演的蜘蛛人三部曲 以及安德魯·加菲爾德主演的 蜘蛛人驚奇再起兩部電影 面對漫威本家漫威電影宇宙MCU的崛起 索尼在2017年的美國隊長3英雄內戰中 將蜘蛛人角色回歸MCU後 猛毒可說是目前索尼手上 另一個開發新系列的王牌之一啊 這段索尼和漫威本家的特殊交易內容 可說是讓許多觀眾搞得一頭霧水啊 簡單來說就是漫威在MCU成功之後 極力拉攏蜘蛛人角色回歸 索尼卻因為不肯放棄這個票房金基姆 卻在蜘蛛人驚奇再起二的慘敗之後 不得不將蜘蛛人角色同意和漫威電影宇宙MCU共享 但是這並不代表蜘蛛人的電影發行版權 回歸到漫威本家手上 而只是將角色能夠共享在同一個電影世界裡 索尼依舊可以鑽到蜘蛛人的電影票房 漫威則可以利用蜘蛛人的名氣 讓MCU更具有話題性討論 也就是談判桌上達成了雙贏的局面 然而索尼也不是個省油的燈 猛毒作為蜘蛛人漫畫中最受歡迎的反派人物之一 首推猛毒的獨立故事電影 一方面是要和漫威電影宇宙MCU相抗衡 另一方面也很有野心的 以猛毒作為索尼漫威宇宙的第一部作品 發展另一個有別於蜘蛛人電影的蜘蛛人相關電影 猛毒被索尼給予厚望 找來演技派男星湯姆哈迪 實力派女星秘訣威廉斯擔任本片的男女主角 看得出索尼不惜重本請來豪華卡斯製造話題 但在電影推出後 以難度雪風般的影評負面評價 許多負評批評猛毒是一個混亂、吵雜、無聊、沒有蜘蛛人 卻想要跟蜘蛛人搞曖昧的作品 電影在宣傳期間更發生了索尼總監艾米帕斯卡 和漫威總監凱文費吉兩個人在媒體面前發生了問號事件 看得出猛毒在商業的定位上 索尼有意讓猛毒和蜘蛛人返校日一樣共享MCU的世界觀 甚至放棄了限制及等級的製作 最後卻讓漫威本家和影迷搞不清楚索尼到底想要幹什麼 但是電影在正式上映以後 爛番茄的影評評價為28%的腐爛度 一般觀眾卻給予84%的超高分數形成巨大的差異 大約1億美金的製作預算 最終在全球吸金超過8.5億美金的票房成績 在商業操作上取得成功 在台灣也成為本年度全國票房第9名的電影作品 猛毒的續集電影也被票房分析師普遍認為獲得認可 索尼也渴望繼續推動後續系列電影的製作 但是未來索尼能不能和漫威本家MCU跨界合作 還需要看漫威和索尼後續的微妙關係囉 作為本年度台灣票房第2名的電影作品 《諸羅紀世界》殞落國度可說是一部來勢洶洶的娛樂劇片 在前一集《諸羅紀世界》上映之後 取得不考慮通膨的情況之下成為引死票房收入的第5名作品 《諸羅紀世界》殞落國度作為《諸羅紀世界》的續集電影 繼續開拓新一代的恐龍電影作品可說是被片商給予厚望 電影上映之後的1.7億美金的製作預算 最終獲得全球超過13億美金的票房成績 成為目前不考慮通膨的情況之下 引死票房收入第12名的電影作品 但是在爛番茄網站上 不論是影評分數的48%的腐爛度 或是一般觀眾的50%的垃圾桶程度 都顯示了《諸羅紀世界》殞落國度都不被主流觀眾買單 不少評論也批評本次續集的劇情缺乏創意 恐龍電影的劇情似乎已經走向空洞的死胡同了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幾個具有話題性的橋段探討生命價值的意義 也在不少網路平台上掀起了正反兩派的爭論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 《諸羅紀世界》殞落國度將《諸羅紀世界》系列電影的故事 帶到了原本《諸羅紀公園島國以外》的世界 讓整個續集故事的格局更加的擴大 令不少影迷期待接下來的故事發展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上映較晚的日本 則是對4D和IMAX版本的效果佔譽有加 甚至我們也可以注意到電影越晚上映的地區 評價反而越來越好的趨勢 但是就整體來說 《諸羅紀世界》殞落國度還是難以超越《諸羅紀世界》第一集 所達到的票房成績或是評價的表現 好啦以上就是四部我挑選介紹 有關今年度評價兩集同時討論度較高的電影作品 不知道大家今年看了幾部電影呢? 我自己這幾天算了一下 我今年看的院線片電影總共有174部 但是如果不算院線片的話應該有超過200部電影 也算是相當有收穫的一年啦 或許大家在2018年準備結束的時候 也可以花一點時間好好的想一想 並且整理出自己喜歡的前幾名電影作品喔 這真的對你之後2019年 在選片上有更明確的方向可以作為參考喔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分享 不想有錯過我任何的文字影片 或是最新的電影資訊 也別忘了按讚追蹤我的臉書粉絲團 以及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喔 我不是工徒生 我是你的好朋友XXY 感謝你